主播奥斗中 大家好 我是从慧云 今天这节节目内容 非常的运动风 有高空绳索林口沙滩车 还有新北爬山秘境 都很适合 作为中修驾驭的行程安排规划 一开始要带您踩点到云兰去 早上建议先来这家 古早味早餐店 品尝粉浆蛋饼 这蛋饼的特别之处 蛋是裹在外面的 这个饼皮是在里面 所以摇起来非常的有层次感 早餐吃好吃饱 再来山亭要带我们去宜兰 唯一高空绳索挑战 总共有七道关卡 树林当中滑索体验 享受高空滑行的快感 这次还有特别来宾思豪主播 偷偷跟你们说 烂思豪很怕高 赶快来看看宜兰这最新好玩景点 这一锅还得打蛋耶 超级古早味 复制着粉浆蛋饼 看看边缘接着恰恰恰 先起锅放到另外一边 这一锅还得打蛋耶 超级古早味 复制着粉浆蛋饼 锅盖打开老味道立刻飘出来 这做法也还真的不常见了 拌油煎半蒸的葱花大饼 剩量超级大 这家东山市场早餐念口 真的不夸张 从蛋饼 葱花大饼还有锅贴 更有假日限定的隐藏版蛋挞 加起来将近四十几种 主播凹豆难得一开始就开吃 因为观众朋友彩底宜兰 真的早上建议先来这里 吃吃仅此一家古早味 来到这个宜兰东山一定要吃的 我都已经帮你们查好功课了 当然首先要介绍给你们的就是这个 粉浆蛋饼 这个粉浆蛋饼来看一下 镜头看一下 第一个字看起来就很Q 粉浆蛋饼现在在市面上 你真的觉得找得到吗 大家都会拿那种比较现成的饼皮 这个我们刚刚看老板 他是现场直接调好再煎下去的 在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 旁边这个不滋不滋不滋的 感觉就很好吃 这个粉浆蛋饼比较特别的是 它这一个蛋饼呢是 蛋是裹在外面的 那这个饼皮在里面 所以其实它整个摇起来 层次感是非常够的 我们来吃一口看看 这真的很飽飽品耶 这个 这个真的很古早味 好好吃喔 来到东山一定要吃这个粉浆蛋饼 我真的是 离我小时候也没有很远 我小时候大概也只有十年前吧 就是有吃得到这种口味的蛋饼 老板说啊 这个东西一定要再加一个 好 不能错过的 他们自制的辣椒酱 Q弹蛋饼加上充满豆瓣香味的辣椒酱 它真的绝对荣登 今年我吃过最美味的蛋饼了 而店家还有这一个招牌 很扎实很扎实 这个葱饼啊网路上也很多人都说一定要吃 一打开就是很浓的面香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还有葱啊 这里面还有葱 OK 这个葱啊其实还蛮多的 所以其实这个不只有面皮香 还有这个葱的味道 我们来吃吃看 早餐店一大早客人就没停过 本地人环岛客就连外国人都来买 早就是行啊来了啦 好好好来宜蘭不只是要吃吃喝喝呢 这里这里继续挑战超级极限 好所以呢现在就直接进来这一个 他们要体验之前 一定会有这个安全设备要来穿好 那其实我刚刚就已经讲到 你来依赖已经吃完这么好吃的早餐 一定要来消耗能量一下 尤其是我本身就是挑战极限 没有极限 那我们现在先来穿一下 到底要怎样才能够安全 欢迎你来来来 哇你看工作人员一早就来迎接我了 好穿上去之后呢 整个专业度呢大加分 而且安全系数也大加分 真的真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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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什么是我本人 等一下为什么又是你 挑战极限怎么可以没有极限主播 为什么你要跟 一直跟在我旁边 是因为我收视率太好的关系 没有错 而且这里呢 诶好玩的时候没有带上我 等一下你干嘛来啦 而且依然唯一的高空的绳索挑战地方 对 先请我们真正的教练 来帮我们茁壮吧 教练来帮 有请阿兽教练 哈啰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哈啰 这个行到场地耶 有点高 教练这多高 大概10米到12米 大概两层楼 七个关卡 对 七个关卡 钢手 钢手比较可怕一点点 我刚刚我听起来就很可怕 对 一般人不会走在钢手上 不会啊 我们人生常常走在钢手上 好 人生常 就让自己放在钢手上 对 但等等人会挑战 真正的走在钢手上 对 好不好 那我们就来让教练 准备好了吗 你以为要讲话已经开始了 直接放在了 没有啊 等一下 准备好了吗 哈哈哈哈 这样讲 好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一起走啊 Let's go Let's go 我怕小便跳小便 好 可以直接上去 还好吗 怎么办 有点高 而且老师会有点小晃耶 对啊 我刚才问他说怎么有风 他说没有 是你自己在晃 我说心里有鬼 看什么都是鬼 那我先示范给你们看 OK 抓绳子的顶端 中压低 然后往前行 踩路板中边 那个 好 顶走的时候 跨环境的边往前推 好 换我吗 你刚刚说的你很勇敢 我看你也是举步为奸的 我跟你说你回去要看自己这段影片 你的勇敢只有在嘴巴上吗 哦 天哪 不是 他 他 哥 你不要再晃了 你晃到整个台子都在 我说这个 吊桥不能帮我一点吗 帮我一点就没有刺激感 哇 恭喜恭喜 第一半而已 第一半而已 对 还有六百 来 二号选手 身体主播 等一下啦 这会怎么是软的 没有硬的吗 有 教练的拳头是硬的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把它当作是正常的路带走 哦 你看木板就好了 就要看一下 可是你走路不会这样走吧 对啊 你正常走路 你也不会挤成这样啊 哇 天哪 恭喜你 耶 太好了 你很有重生的感觉 好厉害哦 完成了 还有六关 哎 啊啊啊 留在这里哦 你不要慌 你不要慌 在这里 你不要把我身体拿走 我没有把你身体拿走 这是我的 哈哈哈哈 我是你 不是 他现在所有上面的身体都趴的 哈哈哈哈 蹲着 然后脚开高 屁股往下桌就滑出去 Go Go Woo 诶 真的会转圈 真的会转圈 Woo 来到 所以我下去的时候会很可怕吗 不会不会 那一定在那里 好 可以出发咯 出发 上天这块OK 诶 真的安全吗 真的 真的 对 你过不到拿好 好 人可以掉下去 够不到不能掉 哈哈 啊 啊~~等一下 救命啊 啊~~ 我現在還有 等一下 彈到就好了 彈到就好了 啊~~ 你是不是完全沒有拍到你的事情 夠不夠 好 要記得應該拿過 為了 怎麼只要我內服 好好好 奕南彎是我輸的比較難 我是狗剛才 魔王公卡來了 手伸直抓白繩喔 喔 這真的很忘 你很抖欸 等一下啦 抖得到 台北市都在抖了 你太抖 走會有點沒力聲的 我要給獅豪哥掌聲 好棒喔獅豪哥 不是不是不是 他不簡單欸 你剛剛是罵髒話是不是 等一下 我這關有沒有表現的比他還好 有 是嗎教練 有有有 很棒 好棒喔挑戰成功 我已經完全不能講話了 這關裡面最有印象的哪一關 我覺得第一關因為第一關上去之後 我真的是嚇到腿軟 而且要不是因為鏡頭在錄 我早就嚇車了誰跟你在這裡玩啊 因為剛剛我們都有講到這個地方是宜蘭才開一年多 接下來還是可以來這裡玩 因為我覺得他CP值其實很高 因為他小朋友到大人都可以玩 回去又很好睡一點 對 雖然他今天偷跟我行程 但是我願意跟他分享一份有趣的行程 那我們主播奧道 下次見 拜拜 而運翔主播的鏡頭 今天要帶您先一秒來到巴黎島 這是充滿一國風情的宜蘭生態園區 跟著生態老師搭鴨母船 為虱目魚欣賞藍陽風光 還有撈沙 釣魚的有趣體驗 和虱目魚的近距離接觸 運翔必須要徒手觸摸 不知道這感覺滋味如何 老師還現場展現了真功夫 超大條的台灣雕像鉤 最後在自己DIY做魚丸 用樹葉踏印T恤 將傳統漁業融入到親子體驗 教育當中 親近台灣的生態之美 主播奧道中 一秒帶大家來到巴黎島 來看這邊是不是非常 國外度假氛圍的感覺呢 今天我們盡頭來到宜蘭生態園區 要帶大家一起走一走 GO 生態園區第一站 現在我們已經來到 鴨母船上了 在旁邊這一位 今天是我們的生態老師 要帶我們來進行生態島 來老師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這個生態船上 我們帶大家帶各位去做 不同的生態體驗 GO 各位觀眾 我現在要來體驗的是 濕沐魚SPA 濕沐魚 對 SPA 然後徒手觸摸牠 一手握著牠 摸著牠 然後一手摸牠 牠已經扣起來了耶 不會 你就徒手摸牠 好 那我試試看 好 來 好 很光滑 很安全 老師你先拉走我怕我下去了 好 好 不要怕不用怕 很安全的 從來沒有和濕沐魚 如此靜致地接觸 看到我慘躁連連 老師終於放過我了 我們宜蘭有一個最大特色 就是龜山島 因為那個很像這樣 看那邊嗎 龜山島 我們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到 好漂亮喔 好 既然來到鴨母船上面 剛剛我們已經體驗完 衛濕沐魚了 現在我再來體驗一個開船 船在動了耶 終於那邊拉 可以飆船嗎 好 OK 不要動 你落手看到你在冒汗了 好啦 我們船上有四條人命 我還是不要輕舉妄動好了 好 我們還是交給我們專業的老師 好 謝謝 跟著生態老師搭乘鴨母船 和濕沐魚遭朋友後 接下來我們要來體驗池裡撈 看看撈出什麼驚喜 要拉起來囉 對 往上拉 看看裡面是什麼 可以抓到什麼東西 好 你可以看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對 叫紅鯨 紅鯨 紅鯨 真的 我們這邊養了最多的 他們好多喔 完了一上午時間 接近中午 老師說 午餐得靠自食其力 老師你偷偷跟我講 這邊是什麼魚 有人說它是無鍋魚 無鍋魚 但是我們這個是 比無鍋魚還大的 我們叫台灣鯛 台灣鯛 好 我現在就來體驗一下 拿一隻手 把它丟出去 好 丟出去 不是竹竿丟出去 我要丟竹竿了 好 丟出去 好 一二三 為什麼我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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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丟到前面 鯛魚出體驗 光是丟個魚溝就NG 可想而知我今天的戰績 左等右等 果真等不到魚兒上溝 老師 這到了 是不是釣到了 第一步 真的有魚耶 好大條喔 台灣鯛 還是老師功夫了得 超大條台灣鯛上溝 兩斤多活跳跳 我們的午餐有著落囉 接著我要來泳闖第二關 接下來是時尚大秀 看到我這一身時尚中段 有沒有發現 接下來我是穿著金蛙裝 也是可以穿出時尚感的喔 好啦 我們現在接下來要體驗 撈蝦行程了 我要下去池子裡面撈蝦了 撈蝦了 哇 我真的撈得到耶 突然間覺得很有成就感 因為畢竟剛剛釣魚 釣了一個小時也釣不到半條 只好來而同時撈蝦 抓它這個位置 來 你試著 試著抓看看 不會咬人 不會那個 很安全的 好 來 老師 我抓到了 你不敢抓夾 撈蝦不敢抓到 來看看我的戰利品 今天撈到幾尾鯊 1 2 3 4 5 6 這麼尾耶 好厲害喔 等一下可以當午餐了 今天的午餐戰利品 有蝦有魚 再來到DIY六里夾菜吧 老師要來教我們釣魚丸 我們剛才 我們剛才有去 手抓虱目魚 對 對 我們的虱目魚 做什麼用途 就這樣 哇 這樣就去打蝦 魚蝦 放到 放到我們的手掌裡 手掌裡 好 捏一捏嗎 對 捏一捏 然後從 我們的虎口這樣 慢慢把它擠出來 不要擠太大力 就讓它 整個出來 好 一小顆 努力和老師學做虱目魚丸 瞧瞧我 多練幾次 捏出來的魚丸 也變得有模有樣了 來我們 你輕輕的敲 輕輕的敲 把鹽巴稍微敲 那我敲這個位置喔 好 好 好 再敲 再敲 剝開我們盡量剝 把它剝開 好 輕輕的剝開 輕輕的剝開 你看 把它弄開 哇 我們就先把它弄開 剝開那個魚皮嗎 對 把它魚皮弄開 就準備可以吃了 你看 看起來好鮮喔 來吃吃看 好好吃 好鮮喔 好好吃 品嘗過線釣烤魚的滋味 還有還有旁邊這盤烤蝦 就是我上午奮力撈蝦的戰機 還有這一大碗魚丸湯 是剛剛DIY首做的成果 雖然魚丸造型千奇百怪 但是一樣Q彈美味 我爸那時候要做這個休閒農場的出眾 就希望讓民眾可以吃得到健康的魚蝦蟹 所以在成立這個休閒園區的時候 我們就把教育這一塊帶進來 然後 因為現在很強調就是親子的一個體驗教育 接下來呢 我們現在要來體驗的就是做夜拖T恤 我們歡迎我們的執行長 執行長現在要來教我們做夜拖T恤對不對 對 要怎麼拖 那首先呢 裡面要先構圖一下 將園區裡撿來的樹葉拼拼湊 設計出喜歡的圖案 接著在樹葉背面塗上顏料 將美麗的頁面紋路拖映在衣服上 不錯吧 有紋路耶 好 我們今天的夜拖T恤就完成了耶 自欣賞我表現怎麼樣 非常棒100分 好 我們今天的主播出熱物成功 想要等你看到雙北獨家唯一的沙灘抽場地 是在林口近郊山林裡 教練給主播新手一堂震撼教育課程 挑戰不同關卡 一開始就是魔王關 穿梭在山林之中 這麼有趣的戶外休閒活動 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帶你一起看看 歡迎回來 你知道沙灘車也可以在山林裡面奔驰嗎 主播大冒險 會與我還有絲毫要帶大家到雙北獨家的沙灘車場地 這次請來專業的小黑教練帶隊指導 體驗淋到越野沙灘車 不同於之前你所驗證的沙灘場地 這一回我們是穿梭在山林之中 克服一道道障礙關卡 多元的戶外休閒活動 絕對能夠滿足玩家的好奇心還有挑戰欲望 帶你們一起來同樂 主播大冒險 今天又來帥一波啦 我們要來挑戰體驗一下 林口這邊的沙灘車的叢林冒險的魅力 沒錯我們今天用裝備組再次登場 非常的帥氣 雖然我現在心裡很緊張 但是呢相信旁邊有位非常專業的教練 會在旁邊隨時指導我們 尤其小黑教練 來跟各位打招呼呼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口頂拔船ATV的沙灘車的小黑教練 我們出發起來有什麼樣的行銜叮鈴啊 一種狀況看你們個人的熟悉度 會稍微讓你們加速一點 對那記得這種車在高速行駛的時候 不要不然就甩了 不然你就會直接翻車了 I'm ready 教練我準備好了 搭單車出發 好 我看到一個坡了 大坡了 盡量喔 好 往你的右邊 不要去找這棵樹喔 好 慢慢的下來 一點一點 可以可以 對 我開始懷疑你駕照怎麼過的耶 很好 用雞尾換駕照 上去 然後再下去 才會進去裡面 一定要衝到上面喔 好 中間油門不要放 衝… 我要對著嗎 我媽啊 油門多一點… 多一點… 衝不上去 完了… 很少這樣子擦單車 直接給這些就是 初學者或是新手 直接就來個大魔王了 來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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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騎過就是不一樣 好 我們現在有認證… 有認證… 你們都太輕鬆了 不是我… 我記得是要按摩子 但是… 就是不知道我上去就 腦筋空白你知道嗎 這裡有一個小斜坡 我們又稱為小魔王喔 要做一次趕快衝上去 因為等一下 中間會有一個窟窿 只要油門放掉 你就卡住了 衝上來 來 出發 來 出發 出發 我來關卡了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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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還好 不要往前 啊… 真的快壯士了啦 來… 來… 啊… 不知道等一下你… 怎麼了怎麼了 進來的時候然後你起出去再給他… 再給他打 這台輪胎沒有… 啊… 輪胎沒有氣了 對… 是不是他騎的 有可能喔 教練不好意思把輪胎騎到沒氣 沒有氣了 真的耶… 這個常見嗎 呃…很少 很少 第一次見 你說什麼你再說一次 欸我覺得我在你後面喔 好像是買門票一樣 就是… 看一場越野秀有沒有 哈哈… 然後你玩的都是人家兩倍的刺激度這樣 我剛才真的… 真的還蠻可怕的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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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輪胎沒氣的道路走遠啊 就是直接歡迎台車 哈哈… 不好意思都是… 我的問題 沒事沒事 剛剛大小惡果已經通過了 後面就簡單了吧 呃…沒有 沒有 沒有 大小惡果只是前菜 哈哈… 所以待會兒還有更困難的 就我們的… 我剛剛說的障礙區 總說你要不要先回去 我跟教練去 我想回家了 不然我給你載好了 進來沒有進去 是出不來的 喔… 這次喔 這個我幫你餵就對了 對對對… 好 那教練分好了 隨時進行 GO 水坑來了 哇… 哇… 還不來… 還不來… 欸… 攝影… 攝影… 攝影走開 哈哈… 我超怕撞到你了 我們障礙區牆壁 好 障礙區了 OK… 對… 先帶你們繞一圈 然後再開放自由活動 讓我們下去騎 障礙區有要注意什麼嗎 呃… 注意就是 注意他 呃…也可以 對… 我們自由活動就在旁邊吃便當 好… 準備挑戰上海區 喔…我覺得每次上坡 我真的都是還滿… 有一點緊張的 喔… 滿猛的喔 很癲 不要怕 滑下來 我們好幾段式的刹車 我們這個地方喔 最危險的一個坡就是這個 最危險的來了 對 它看起來不高喔 好 但是很多人 在衝上去的時候 都會害怕 油門就放掉了 看大家都不敢的 對 因為你看不到下面那邊嘛 對 硬看不到 這個看起來很恐怖 不行 我不行 輕輕的 OK… 不要… 好… 輕輕的 然後… 我已經快跑來了 OK嗎 OK 好 來 走 油門多一點 油門多一點 一點點掉了 好 下坡喔 下坡… 這樣下坡了 可以 好 從口往那邊 好 去我的車後面 往左邊 往左 好 靠近我的車 靠近我的車 好 走 好 走 很好 這個很可以 漂亮喔 我喜歡這個 我喜歡這個 障礙區裡面有梗的 我騎過 蠻多的這個 沙灘車的場地 這個算是蠻特別的 就除了讓你自己 可以自己體驗之外 那個 整個越野的區塊 都在叢林裡面 對 我覺得這個也是 蠻特別的一個場地 走 走 好 走 好漂亮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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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練怎麼想要在 2021年 在冰島開大戰的沙灘車 起初是自己要的 對啊 結果後面就是想到說 阿爸也讓大家來便宜 因為北區幾乎沒有看到說 有沙灘車 沒錯 那我就是雙邊附近 我唯一認識 對對對 所以在那個 障礙關卡的設備上 也是有很多小事 對對對 對對對 有去做功課 然後才慢慢這樣 自己去用騎 把它騎出來 對 那這樣一清天一圈 這樣如果下來 我們有表現還OK嗎 OK的 OKOKOK 對 一直有在尖叫 一直在尖叫 就一直一點一下 懂聊天啊 爬到天氣 我們三月照片 主播大山再見囉 拜拜 哇 跟剛才高空選手不一樣 絲毫和我出門採訪體驗運動風 它是不是顯得相對的英勇無比呢 而想到爬山 不少人可能會覺得 要花費很多的體力 覺得很累 但是你知道嗎 號稱掃百月的新北淵山 可以讓你不會大流汗 沿途不至於太崎區 就能夠登頂俯看這大台北風光 今天田育主播特別請到 登片知名百月的登山家雪羊 要為大家介紹新北淵山 有哪一些美麗的風景 爬完山之後還要帶你去吃 不會胖的三沙豆腐餐 補充滿滿蛋白質 天然零負擔 你有想過可以輕輕鬆風 毫不費力就從高空俯看 大台北美景嗎 如果你是登山新手的話 今天看這一集主播出任務 準沒錯 大家你去找登山界的行人網紅 希望早安 早安 聽說今天可以不用流汗 又保持得很漂亮 就可以爬山看美景了 對 沒錯 因為它非常的近 那我們今天要去哪裡 我們今天要去 三峽的淵山 三峽淵山 出發吧 走 今天真的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因為大家知道嗎 雪羊可是登百月的人 今天帶我們來爬山 真的很榮靜 整個台北盆領南園 像微笑一樣的那個山區 非常多 像微笑一樣 對 他們排列像微笑一樣 今天爬完也會微笑 聽說沒有很累 對 其實淵山不是只有這樣 短短的不會流汗 你要流很多汗也可以 你說來回二十趟嗎 並沒有 就是其實台北市的礁山 它的路線像網紅一樣 對 所以我們淵山這個頂在那邊 然後我們可以從三峽老街開始走 或者從這邊 往那個方向就走到大溪 這裡可以走到大溪 對 可以走到大溪 所以就是一路吃雞牛角爬上來 然後走到那裡吃豆干 對 沒錯 沒有錯 就是這樣給它動起來 繼續往前爬 晚點就可以靠上五丈廟 其實這裡很原始 就比較攀爬一點 樹枝有這樣延伸出來 快到了快到了 已到 哇塞 很美耶 大家看現在時間還是早上 今天天氣超好 這邊看出去是桃園 那我們來看大台北 來看大台北 走 我們已經到山頂了 應該說大石頭頂了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有一些口罩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 大家爬山不用戴口罩 那很多人走一走 就會不小心把它忘在路上 對 那我們要小心注意 不要造成這樣山林的汙染 天啊 這裡也太美了吧 對 這裡看過去就是大台北地區 對 那個比較近的是土城 然後板橋 然後一直到就是新莊 你要往這邊看 那裡有個白的 喔 欸 真的有飛機耶 第一次體驗在上班的時候 看著台北市的人們上班 有一種心神開闊的感覺 3 2 1 3 2 1 那淵山這裡我們除了就是爬上來 像鳥看以外 其實它如果從下面看 古人覺得啦 它的造型就像一隻整次的大淵 所以淵山得名是這樣 由下往上看像一隻大鴛鳥 那現在這裡的海拔是 300左右 300左右 跟你一個小嘗試 我們101大樓有登高賽嗎 對 101大樓登高賽呢 它總共的爬升是390 那你知道300的意思 差不多我們站在101的 四分之三的地方往下看 所以山峽就自帶101展望台 不錯嗎 還不用錢 不看著北二高車流實在又驚又喜 就在這時 還有神秘小嘉賓獻身 這個是立文石籠子 它那個藍色尾巴 是它最招牌的特徵 如果有那個鳥啊 或者一些貓咪啊 這些天敵 最大的那個保命策略就是 讓尾巴斷掉 聽著雪洋訴說微笑聲線的故事 我們沿路欣賞大自然之美 踩著落葉 一旁的蜥蜴昆蟲作伴 在秋高氣爽的淵山 放聲大笑感受身心舒暢 今天真的走一個健康行程 剛剛很健康爬完山 現在要來吃純天然的豆腐霜淇淋 我剛剛鼻子靠近的時候 已經聞到那個超濃的豆漿味了 真的就是把豆漿乳化 然後在口感裡面 砰 爆開的感覺 超好吃 就把我們清冰上面淋上 我們必有身糖漿 所以待會吃起來的冰的口感 茶香會非常香非常濃郁的 店長這樣好加滿耶 全部加滿 配料旁邊會放上我們台灣的 黑豆跟黃豆的配料 其實這個配料吃起來的口感 非常的綿密 基本上甜度弱在兩分糖而已 也不會很甜 好 最後呢我們還是要把他淋上一點畢羅村糖漿 再加一點 是 讓它更濃郁 然後再灑上我們的畢羅村茶粉 哇塞 那這一碗畢羅村豆腐冰就完成了 好 接著我們要來試試這個 畢羅村豆腐冰 大家知道其實畢羅村茶呢 三峽就是主要的產區 這裡有多達88公頃的茶園 都在種這畢羅村茶 那聽說呢 畢羅村茶它冷泡的時候 會有青青木草香 好 我們配一個 黃豆跟一個黑豆 這是高蛋白冰吧 嗯 嗯 你還想像那個豆子香 代加炒香 這些豆乾都是每天就是現做的 對 每天新鮮現做的 然後它吃起來口感是比較扎實一點點的 對 然後是用天然的鹽乳 把它淋在上面 超美的 好 那我們再灑一點蔥花 這就是我們內用的黃豆乾就完成了 我們看這個豆乾的橫切麵 好像沒有看過這麼紮實的豆乾 補充滿滿蛋白質 今天這道三峽特色餐真的 太適合剛爬完升 今天來到山峽 一開始先對大家 從高空居高臨下 再回到老街 帶你感受這天然的美味 期待下一回在這裡 與你相會 稍後要請您給喬伊DIY 首座的天分打一下分數吧 這次條件傳統唾棲 馬賽克的燈飾 手工切割玻璃片 打造出獨一無二的專屬作品 還有道地美食串烤羊肉口餅 試試很誘人 我們相互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 不知道觀眾朋友 像不像往到土耳其旅遊去 每一回看到觀光景點的照片 挖著熱氣球升空 超級浪漫的國度 主播曹一要帶大家 認識不一樣的土耳其 不只品嘗道地的美食 像是串烤羊肉烤餅米布丁 接下來他還要DIY首座 傳統土耳其馬賽克燈飾 這手工切割玻璃片 色彩繽紛絢麗 為自己打造出獨一無二的專屬作品 或是做完之後 拿來送禮送給朋友 也非常適合 老闆是架槓的土耳其人 20年前來到台灣 愛上了這片土地 開啟了教學教室 把自己的家鄉文化推廣出 讓更多人可以多加認識 不用飛出國 也可以提到濃濃的異國風情 今天要帶大家來一趟 土耳其之旅 現在我們一起走吧 今天介紹大家 首座土耳其的分式體驗 也很榮幸 也能看到這個土耳其的 代理老師奧克老師 來教導我來教學 歡迎 嗨 大家好 這邊有12種不同顏色 這個都是馬賽克棟的材料 這邊是青芳新的 這一邊是綠芳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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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種不同的形狀 這邊是豬豬 這邊是豬豬 然後這是冰窖 對 今天想要做的是綠芋排棟 所以我們等一下 要把這個豬豬都貼上去嗎 對 貼上去 對 貼上去 一片一片貼上去 先要拼圖 要配顏色 看看有沒有喜歡的顏色 後面又有不同的管 那些雙口 這個是怎麼開裝 你覺得都爛收了嗎 我覺得 這個玻璃的 都哈玻璃的 那個 你覺得這樣子很煩 你覺得這樣子很煩 你覺得這樣 你自己看看 現場的春天 有沒有喜歡 哈哈 你就直接拿走 不要做嗎 不行喔 是不是我們今天來要體驗 我不能這麼太放棄喔 可以做一模一樣的 可以做一模一樣的 沒有問題 不要再踩 因為這個不是強力的 嗯 然後現在貼進去 打開一看 第一朵花王 是王正哥王 耶 王正老爺 是我的花 好看 他啥都做的 沒有 先準備要做第二朵 好 第二朵花 為了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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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邊至少這樣子的話 一 二 三 四個 我簡單介紹一下 馬賽克什麼意思 這個道具的意思是 馬賽克的意思是 一個多遠顏色 這個 多遠文化的意思 好了 下一個步驟 然後現在你要 然後殺蜘蛛 看你的 什麼意思 或者塞色的話 可能 還會裝上去一點點 來 拉一拉 我教你的台語 拉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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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腳跟 對 對 幫你殺蜘蛛 然後 你也要平衡 好 好 好 這個全部整個上嗎 對 對 沒錯 幫你殺蜘蛛 固定 哦 他可以殺蜘蛛 對 有可能這樣子 就不會掉 不是固定的 然後你給我這個 多少錢 一百分 大家知道土耳其餘的 這個 土耳其餘的美食廚 是什麼 麻食廚米飯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 陶餅啦 那我們今天呢 有請我們的老闆哈龍 來幫我們介紹這個 土耳其餘美食料理 歡迎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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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現在看到師傅在這個 擀麵團 對 這個是什麼料理啊 這個是我們羊肉的 我們叫 辣麻糬 羊肉的薄餅 哇 這邊是已經有個 張豬爐了 對 先聞茶 好香喔 這個味道其實就真的很像 披薩 就是一道食物 總會披薩之類的 已經烤起來 脆脆的 這麼薄薄的 對 非常的薄 對 真的好餓 我已經擋好鎖定日標 然後先試試看這個肉試試看 好厚 這是牛肉嗎還是羊肉 這是羊肉 對 味道很像牛肉 其實沒有那種 一般我們說可能會有一些羊的 一些比較重的味道 對 羊腸味 哈囉 你今天是不是來教我們怎麼樣 這個圖很久以後 這個倒立的吃法 就先從哪一道開始 對 我們吃飯就是我們肚子先過 對 就是空的 我們空肚子先喝湯 熱的湯 今天是高原湯 比較高原湯 高原湯 很像在喝熱的優格 口感滿特別的 對 這個就是比較酸 很酸 可是它酸又不會讓你說 沒辦法喝下去 因為我本身是滿喜歡吃酸的 就接種能夠比較高 我先吃吃看單口的 就是原味的餅 一樣很有嚼勁喔 它的芝麻好香喔 這個黑色的不是芝麻 你多吃幾個 直接多吃幾個 都吃幾個會有一點點辣 可以辣嗎 不是辣的 這個是黑種子 是植物的種子 對 它沒有什麼奇怪 它有點像是炭燒的味道 有點焦焦的味道 因為剛剛已經烤了 它要被採沙拉之後 就是可以吃肉 肉就可以了 對 那我剛剛有看到這個 我們剛剛有看到的 有炒的這個 披薩 對 那是披薩 這剛剛是多吃牛肉對不對 它其實吃起來口感 跟我們一般的 總會披薩很像 然後它的皮肉比較 它的皮肉比較薄一些 甜甜 後來披薩的皮布丁 皮布丁就是我們 米跟牛奶一起 對 然後吃完之後 放烤箱裡面 然後烤完之後 上面會有一些 我剛剛看到了 上面焦焦這個 是餅乾去嗎 不是啦 那是核桃 核桃或者是蘸果都可以 所以是核桃 好 堅果類的 好 吃起來可以吃到那個 米的那個 那個 香氣 沒有 它也跟 跟湯一樣 還是吃得到那種 硬硬的那個 對 所以其實這樣搭配在一起 真的很好吃 口味又很 口味又很 口味又很適 口味又很適 喔 這是要配除了些紅茶 因為這是甜甜的 甜甜的 我們紅茶生物茶 中和一下 口感 那我們今天這樣一整套吃下來 整個是身心靈都獲得滿足 也很飽足 然後吃到這個甜點了 真的 就是吃完 makes me happy 對 也是都很開心 好 那我們今天的土耳其 其實就到這邊了 我們要繼續享用美食囉 拜拜 日本遊客到九份朝聖 究竟和台灣在地遊客 有什麼不同的玩法呢 用下次打聽到日本朋友 喜歡穿著旗袍 在九份逛逛老街 位在九份的旗袍出租店 我們稍後一起回來開箱 好 九份是好多日本遊客最喜歡去的台灣經典 但是你知道日本人都在九份玩些什麼嗎 有一位來自日本的年輕老闆 他在九份開了一間旗袍出租店 穿上旗袍走在老街拍美照 到茶屋裡喝茶 很像變成古裝劇的主演 帶你體驗日本人最推薦的九份玩法 大家知道日本人來台灣的時候很喜歡來九份 但是你知道日本人都玩些什麼嗎 今天我沐夏和另一位九份達人 來介紹一下九份的新玩法 來…九女九份的日式玩法 首先我們來換一下衣服吧 在這邊這家店裡面可以租到旗袍 新娘さんこんにちは 你好 歡迎 很棒 很棒 謝謝 今天他要幫我挑選一下適合我的旗袍 真的很緊張 很緊張 緊張 聽起來很愛你 挺愛人 部工裡面也有這種 日本人喜歡紅色 紅色 你好可愛了吧 好可愛 小朋友的 哇真的太可愛了啦 這家店不僅可以穿旗袍走秀 店裡還有飾品和道具 還有堂詩三百首 堂詩三百首 堂詩三百首 也是道具 可愛 超可愛 看到鏡子裡的自己嚇了一大跳 好像變成古裝劇的女主角 超可愛 綠色的 超級新感 其實老闆向西廟當初選擇 在九份開店是有原因 日本人喜歡旗袍 台灣沒有地方可以穿旗袍 好像真的沒有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九份是日本人喜歡來的地方 而且 很古老的街 很像在九份開 所以我在九份開 因為九份的風景很像殖民的動畫 神影少女的場景 因此很多日本人都來朝鮮 也喜歡穿旗袍 萬萬老街 新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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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帶我去 日本人來到九份必去的茶房 中國人很像 有茶餐廳 有茶餐廳 我們去看看 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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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美了吧 很漂亮對不對 超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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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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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風景也太好了 我們就決定坐在外面的位置 超級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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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除了好喝的烏龍茶 也有很特別的甜點 那我們這是烏龍起司蛋糕 配一個老菜脯 裡面的菜脯 放了二三十年的 放在鍋裡 讓它放 二三十年 對 邊欣賞九份的海景邊喝茶 真的好滿足 而且茶房各個角落都超好拍 上海 上海 我上海 我本來拍了 我上海 我腹了 那麽蛋糕的店是有推薦的 芋蛋糕 芋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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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是 這裡嗎 是 超級量 很Q 很Q 傳承四代的美味 真的是太好吃了 穿上旗袍 吃美食 喝好茶 自在地逛酒奔 風景超美 人也變漂亮 出遊增添 更多樂趣 今天換個旗袍 就是有一種整個人融入酒奔的感覺 其實疫情也是持續三年 很多日本的朋友都說 好想要趕快來台灣 日本人在台灣 很懷疑 真的是很希望 就趕快可以看到很多日本人 走在酒奔的樣子 SIMEO 今天謝謝你 謝謝你 Bye Bye 他越大越到流汗還是冷汗直流了 而主播運翔則是走訪柿子園 在柿子體驗柿餅的製作過程 一系列活動超級好玩 主播澳洲中 我們下週見囉 做這個日光浴 對 我要讓柿子做日光浴 對 這天氣不錯耶 太陽今天有出來耶 標準的九降風 為什麼我覺得有點重啊 對 這是我 好輕耶 這個 老闆這應該有核心肌群有練過 才有辦法架上去吧 對 好重喔 慢慢上 斷…斷…斷…斷慢慢下 我覺得很棒 整盤超重耶 完成品出爐囉 好漂亮喔 各式各樣的飾品耶 它不同水分 對 不同的階段 是 表現出不同的… Thank you… Sawwati Kha 哇 這個就是椰子冰淇淋 上面還有這個糯米飯喔 我們來吃吃看 嗯 很快耶 直接搅走在這個鐵路上面喔 下面完全是懸空的狀態耶 欸 其實在網路上就有查到啊 這個泰眠鐵路是來到泰國北壁府這邊 一定要參加的行程之一 但是 好 它真的有一點危險 而且容量要非常…